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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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平時蘇珊盲米 你們的送頭送尾是嘗嘗大家 這款紅酒 我網上訂購的 波爾多祈酒,好東西 這麼厲害,祈酒都會買? 阿廉是人年廣 我也想入播,你何時訂的? 收到廣告訊息,說便宜一半 當然不收拾,入一大堆 上個月,說名祈酒要訂 起碼要等一年 阿廉,你真是如人不熟 不是吧,整個水都知道 我入了十箱 廉哥,你這次是幫棍佬魚穿 無備債 下次別這麼笨 笨啊,那怎麼辦?現在不喝了? 雖然不太好喝,但也可以用來煮菜 大時大節,餐桌上總要有些看透 老兒姐三姐 中國人大時大隻,一定要咕咕咕咕咕 啊,YES SIR 其實切雞我都不懂 斬雞不是切的 是的 好,剩下來了 頭洞在這裡 先起了一雙翅 斬雞就有很多個花褲 是 今天這些,舊式的 圈大一點 是 漂亮一點的 這裏有教位的 是的 有很多人就這樣開 我今天這個又這樣開 剛剛是中間 是的 雞背 開二 OK 這邊 拍一拍 嗯 哦,先把背放了 是的 雞胸,胸口那裏 是的 這裏有雞柳呢 哇,這個又淡淡肉 這裏有 拿它靚仔一點 小快一點 窄一點 剛剛那個雞胸 是的 好了 鹹鹹放得漂亮 什麼叫色香味 雞翅 在哪裏 總之在架位那裏 我就喜歡這樣而已 嗯 OK 雞腿了 是的 雞腿這樣斬最好 不用爭嘛 是的 多些人分來吃 這裏要遮醜 這裏是這樣的 把這裏蓋回去 是不是很漂亮 是的 嗯 這邊一樣 好了,玩東西了 玩什麼 這個是雞腿 拍扁了它 兩片片 在那裏彎彎 弄得像液出來的樣子 是不是雞在那裏飛 很漂亮 嗯 雞腿就放在這裏 OK 好,完成 看看頂爺手起刀落 話都沒那麼容易 我明天就買雞回去試試 對了 你今天打算煮什麼 你入了這麼多紅酒 當我幫你 煮紅酒燉雞 聽人說 煮菜用的酒油不可以太差 雖然我摘了些貨 但又不用硬用 其實外國很多權威的雜誌 做過很多測驗 貴的酒和便宜的酒 煮了幾分鐘之後 出來的味道都是差不多 聽上去很吸引 紅酒無限量供應 是的 聽上去很威嚇 紅酒燉雞 這個法國菜 多數是用公雞 所以我們只可以說 用紅酒燉雞的方法去煮 因為今天我們就不是用公雞了 這個供應那我去問你 這兩個我就知道 這兩個我就不知道 盡量都是用冰鮮雞 雪藏雞始終冰過 你再解凍 它都會硬一點 如果用冰鮮雞 煮完當日吃 一定是最好吃的 煮西餐的三寶 洋蔥 西芹 和蒜頭 按一下 香料呢 有 Parsaline Fime 這樣就方便 一拿出來的時候 就整集拿出來 不用散宅 今天我們用的這款是Pinot Noir 比較薄身一點淡一點 這款已經是八幾年了 我都拿出來 是嗎 你說我有點懷疑 不是它印而已 最重要是浸過它 浸過它 這樣OK了呢 我有一樣東西 如果我來醃雞腿 就在一隻雞腿外面割一刀 這個用不需要割一刀呢 這個就不用 因為我要炆住 如果割了一刀 我怕會散掉 爺爺問我的事 我回答不了也糟了 我們封寶 如果一般的觀眾 有一些蜜食袋 把蜜食袋放進去 它就一定會均匀 放了半晚之後 調轉方向再放 這樣它就會撞匀一點 那待會醃的時候 麻煩你阿蝶你 那一陣子就幫他看看 即是有空就撩下 對呀 有空就撩下它了 我很忙啊 如果要保持雞腿的質感 比較嫩一點 醃大概六到八個小時 因為醃太久 肉質就會變焦了 來 雞道 現在看到 上色了 顏色很漂亮 是 全部的顏色都放進去 阿爺麻煩你 這邊 收乾一點 收乾一點 是不是整個拿出來就很方便 是 還有可以用的嗎 當然要用的 它的精華就在裡面 煮一煮 那些稠味 把它煮走 一邊小火放就可以了 好 現在煎香Pancetta 沒有Pancetta 你用Bacon 都一樣可以的 油香 要它的油香 加一點橄欖油 不要太多 更加容易逼到油 是的 以油引油 是的 那我雞水需要調味嗎 暫時也不用 因為已經進入了紅酒的味 Pancetta 或者Bacon 好 所以煎的時候 已經有它的鹹味 好 很有滑氣 反火 有油 味道可以下雞 煎的過程很重要 因為它會把所有的水分 裡面的肉汁 鎖死在裡面 我自己喜歡 這裡是讓它乾水 不是讓它收汁 你看到這隻很漂亮 它是紫紫的 其實你主要是煎一煎 讓它不會那麼容易爛 沒有那麼容易散 也有一股香味 而且要吸一吸 這個Pancetta的香味 教成了不明白 說這麼久 沒有教過這裡 剛剛問過我 搞定了 買了三隻 這幾隻給阿檸 是的 謝謝 現在就把剛才的三寶 是 放進去 是 炒成了 這一下就拿你的命 這三寶就真的拿你的命 煮食其實香料是 絕對不可以來的 是 現在就放剛才的雞 好 那邊又差不多了 是 麻煩你幫我把紅色放在邊 放在邊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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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我們就玩一個香菇 就玩一波 這個是甚麼酒 Friendly 或者Coin Yard 你也可以 Coin Yard最主要是它的香味 而且它可以令到紅酒 酒精的那種澀味 揮發了 其實會甜了很多 我不能混合酒的 你用紅酒的不笨 那就好了 你不用吃 我們有一點好處 茄膏 茄膏 味道再濃一點 顏色又再美一點 用新鮮番茄也可以 然後這是甚麼 Beef stock Beef stock就是牛湯 煮雞為何要加牛湯 因為牛湯的顏色就會變濃稠 雞湯的顏色就會變淺 還有牛味也挺濃稠的 會加 聞到的也很香 差不多水滾了 阿廉你又幫幫我 怎樣呢 我要換一換個鍋 好啊 看來他叫我去做 哈哈哈哈 慢慢慢慢 好香 OK 現在再炆 這個 放進去 意大利番茄 還有百里香 千里香一點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大火 如果大火的話 很快的肉就爛了 我寧願是煮起了之後 慢慢吞小火 甚至關火去焗它 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又一個小時嗎 好吧 如果你還想煮汁的話 就先把雞拿出來 再煮汁 很多人會加 食物令到汁稠一點 但我希望 原汁原味 過了一會兒 可以先煎 差一點點鹽 還有茄膏的關係 偏酸一點 加一點點糖 加完之後 煮多一會兒 再試味 慢慢去調節 否則 一加太多 就不能回頭了 都收了很多汁 緊了 現在是最後一個最辣 首先加一點鹽肉 又要用油 是的 這次有什麼配料呢 這個珍珠洋蔥 洋蔥 先炒香了這個 因為這個最辣 少許蘑菇 蘑菇很吸引 是 阿爺不是太喜歡牛油 沒有所謂 全都放了 全都放了 又不放了 我說是全都放了蘑菇 以前什麼都放淨一點 這些糖 現在不用我煮 放一點水 是 不夠的話 就要把汁生下一點 珍珠 是很甜的 還是兜兜 不要煮得太軟 因為你把它放進去 我們什麼時候才叫做正式調味 吃之前 因為用鹽煮得太久 它會濃一點 糖煮得太久 味道又酸結結 差不多 因為洋蔥仔開始想透明 一透明的時候下去就散開 現在還要煮多久 十分鐘 分分鐘會鬆一點 十分鐘就夠了 剛剛又調味了 哇 就搬走了 好喜慶 那就少許薯肉 裡面有些香草 有些香草有些香草 但是最普通的 好 現在可以上碟了 是 看到已經離開了 幸好有六隻 一隻不夠 你想吃多少隻 你現在有六隻 我還有兩隻 就是一隻 阿桑煮東西跟我一樣 賣相真的很好 你沒有什麼賣相 大哥 是 好 紅酒燉雞 完成 完成